兩千分之一的縮小圖 其實它是圖示法 因為一公分代表著實際上的20公尺 也就是代表實際上的兩千公分 可以嗎? 那只是說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沒有用公分 為什麼會用公尺? 其實用公分也是有人用 可是我們一般比較少 我們會用什麼?用公尺 那這個數字會寫的時候長度不會那麼長 但是大家就會知道這是代表20公尺 一公分實際上 在地圖上的一公分就代表實際上的20公尺 可以嗎? 好 那像這種方式 我們用圖示法的方式 我們就叫做它是比例尺 所以剛剛我們一開始學的比例尺是什麼? 用比值的方式表示 對不對? 然後後來我們在地圖上的時候 我們也會常常看到這種右下角、左下角 有這種圖示法 也是比例尺的表示方式 所以你現在腦袋裡面有幾種比 比例尺的表示方式? 比例尺是幾種? 兩種 對不對? 一個是之前的比值跟現在的什麼? 圖示法 可以嗎? 好 所以像這個就是了 所以我們在比值的時候 我們之前學的是這一個 那你說老師我們之前學過有一個比呢? 因為比值不是從比而來嗎? 我覺得對啊 所以比也可以當作是比例尺的表示方式 所以總共會有三種比例尺的表示方式 來 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 有哪三種比的比例尺的表示方式 比對不對? 就像之前我們所說的一比兩千 對不對? 如果是比值呢? 兩千分之一 如果是圖示法呢? 就是用剛剛的這個方式 可以嗎? 那你說老師我一直能畫兩段嗎? 那你如果說畫到三段 這裡再畫一個一公分 然後上面再寫一個六十 然後旁邊一樣把這個括號m放在旁邊也可以 我們大概會寫到兩段到三段 這樣可以嗎?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這邊是我們中永和地區的地圖 請問你 你很快速的告訴我 在這張圖示法裡面 它的比例尺是多少? 1比3萬2 1比多少? 3萬2千 對不對? 它的比例尺是這樣 那它的圖示法在哪裡? 老師 答了那麼多段 1、2、3、4、4段 也沒有人說不行 對不對? 那基本上我們就兩段以上都可以接受 那不用畫到太多 這樣其實已經算蠻多的 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? 所以它在看的時候你看 你要看最右邊 它會有個單位是多少公尺 然後在這邊 它說我的1公分就代表多少公尺? 320公尺 這樣會看的嗎? 可以嗎? 好 所以要記得 這邊旁邊的單位很重要 你要看它放的是什麼單位 因為會決定你這邊的數字是多少 8個單位